借这里和大家报告一下澳洲这边的经济情况 题目说我们这里的房地产价格跌了很多 比起一年前 我们来看看内容 现在我们这里的通胀第三季度7.3% 比起第二季度6.1%高了 比起一年前就多了3% 我们的储备银行 Richard Bank of Australia 就已经加了六次的息 在昨天再加多一次 第七次已经加了 这里报的是未曾 未曾有这个资料 但我们已经知道加了0.25% 不是很多 0.25% 所以现在我们的息就去到3%了 应该 另外就是 它说要控制到通货膨胀跌回去 大约2%左右 相信还有一段距离 而我们这里的楼价也大部分下跌 大家可以看看 在雪梨那边它说跌了10.2% 米尔本这边6.4% 看看它这个表 雪梨一个月跌了1.3% 比起最高跌了10.2% 比起去年跌了8.6% 米尔本这边就比起最高跌了6.4% 比起去年跌了5.6% 布鲁斯坡 布鲁斯坡 跌了6.2% 仍然比起去年来说高了8.4% 伊特尼南澳那边跌了0.6% 比起去年来说高了16.5% 布鲁斯坡 跌了0.7% 比起去年多了4.0% 鲁斯坡 鲁斯坡 跌了5.7% 比起去年跌了1.0% Darwin跌了0.9% 比起去年来说4.9% Cambra 我们的首都跌了5.4% 比起去年跌了4.3% 现在的中位价钱 最高价钱当然在雪梨 现在中位价是超过100万 墨尔本是767,000多 Britzman是72万多 最低价钱应该在Darwin 就是50万多跌 我们的首都Cambra 876,000多 比起墨尔本还要高 刚才说到 我们因为通货膨胀 所以会继续加息 而在疫情期间 政府派出太多钱 引致物价上升 现在要慢慢回复 这里显示到 因为政府派钱 而导致物价上升的情况 而整体来说 我们的销售市场 一年前很厉害 因为每个人都有钱 现在跌下去了 但目前来说 在5年平均来说 仍然上升了3.8% 我会把接链放在描述里 大家对澳洲经济有更多 兴趣的朋友 可以过来看看 在这边看 看一看 看一看 看一看